好,这场男双,画面上方李军慧刘雨晨,画面下方谢浩南和陈旭军 女士们先生们,在我右边,谢浩南,陈旭军,浙江 在我左边,李军慧,苗宁 这个身高够高的啊,所以叫双塔组合 1米95的李军慧,搭档1米93的刘雨晨 刘雨晨先发球 上来就是抢发球,这个接发球接长了 这是接内球啊,接内球 李军慧和刘雨晨整个的球是非常硬的 所以对手这种被动的挑球会非常有压力 中前场的争夺就会变得很激烈 李军慧在中场的接球 这个挡网球没有分出去 这是陈旭军 2001年出生的 二比二 平球打 李俊慧的反拍推 后场的这种高球 这球出界了 所以这种球的难度还是挺大的 首先要过两名选手的这个头顶 过了头顶之后 还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落点 难度就无形当中就变大 好 好 犯法九 四 五四 加油 五五四 哎 好 好 五五四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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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法九 五 五 六成的一个软档失误 哎 好 二 二 换法九 六 在全国有毛球冠军赛的这个团体赛当中 获得男团的冠军的是这个浙江队啊 浙江队啊 浙江队 决赛 第二场的这个男双 是 败出了这个谢浩南和王毅律 但是谢浩南和王毅律是输掉了这个第二场的男双比赛 输给了韩城凯和何继婷 这两对男双组合在昨天的第一轮的比赛都是轮空了 所以今天的八分之一决赛是他们的首场比赛 也需要去适应一下整个比赛的节奏和场馆 发抢的争夺太激烈了 这种发抢的压力对于谢浩南和陈旭军来说会更大 杀一板 往前没有封住 防守反击 刘雨晨在后场 收掉一拍 杀中落 这球年轻组合这个谢浩南和陈旭军打得非常的耐心 虽然自己的这个进攻 后杀前锋的这个战术没有打成 但是也很耐心的去由攻转手 最终是守住了这一分 李军慧和刘雨晨也已经很久没有搭档打比赛了 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去适应一下 软挡一下 好球 软挡之后 对手被迫地挑起了后场的高球 李军慧的后场的杀球 也给刘雨晨 带来了这种中前半场的杀球机会 杀追身 好球 李军慧的上网非常快 漂亮 这球 这球陈旭军在网口上抢的也非常及时 随后谢浩南来到往前 也盯住了对手的回球 抢推了一拍对角线 这两对选手在身高上有明显的差距 前伤后锋还是没有奏效 李军慧的这一分球显得有些可惜了 正手的一个放网 哦 球分得不错 软掉一拍 李军慧后场 还是软掉 软掉中路重杀直线 攻防的转换 分得不错 戒外球 刘宇晨也在提醒后场的李军慧 说这是一个戒外球 这个回合双方打得都非常耐心 第一局是11比9 李军慧和刘宇晨领先 进入到了技术界限 李军慧和刘宇晨2018年世锦赛的南双冠军 现在也是中国羽毛球队的南双第一组合 1号场地20秒 1号场地20秒 继续比赛 11比9 5 5 5 继续回到比赛 刘宇晨发球 发抢 战术打成 接发球接得好 10分钟 邱嫁浩南回抽的这把对角线也很有威力 防得很耐心 这排球杀了一个追身 乐点很坚 李军慧发球 谢浩南接发球 反派的一个党网出现了失误 刘雨晨挣扎出来了 耐心防守 球没有分出去 谢浩南和陈旭军是本次全国羽毛球冠军赛的浙江派出来的第二队男双组合 第一队是周浩东和王场 周浩东和王场在最近这段时间的比赛也是慢慢地建立起来了默契 陈旭军这拍球其实在王口上他已经预判出来了 但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对手的放网质量非常高 还想去抢网的话一犹豫就已经失去了击球的最佳时机了 地局比赛的中段刘雨晨和李军慧把比分给拉开 15比11领先4分 12比15 还是想去抢网口 全力中杀 后杀前锋 这个就非常典型 这个就非常典型 发洁之后的这个前三板球 信号男和陈旭军根本占不到优势 陈旭军的后场 全力杀直线 这球杀下了网 显得有一些着急了 这球杀直观就打扫的 刘雨晨的这几半球防的不容易 男子选手在往前的连续的几板杀球 刘宇晨还能防住 确实是体现了不俗的防守的功力 但是防守分不出球去 最后的结果还是输 20比13 李军慧和刘宇晨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1比13 李军慧和刘宇晨先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21比13 李军慧和刘宇晨 第一局的比赛 李军慧的体能消耗要比队友刘宇晨更大 西昊南和陈旭军 第一局主要的战略还是在前三板的发抢上 因为他们也知道发抢如果不过关的话 就只能去面对双塔组合的这种权力的杀球 和杀球上的变化 比赛就会打起来很被动 但是在发抢上 其实两队组合在实力上也是存在差距 所以比赛打着打着显得 这对年轻组合的办法越来越少 第二局的比赛刘宇晨先发球 先好男的这个前场显得不够硬 往前球还是要拿得更硬一点 这球界外 李军会判断得很准 及时地躲开了 你看在这个回合球当中 都是谢浩南和陈旭军的机会 大部分还是往前球的机会 都不能这个下压得分 好球 这一分抢到了 头发一个后场 蓝掉一拍 软掉 抢网 刘宇晨的这个抢网抢得好 放网之后的抢网 因为放网的质量非常高 所以刘宇晨的这个抢网的意识 非常的坚决 表达好 中杀中路 拦掉 刘宇晨在后场 杀直线 杀上网 加油 加油 现在西号南河 陈旭君感觉进入到了一个 这个恶性的循环当中 中前半场的这个竞争 我抢不上之后 我就去挑后场球 那后场球 刘雨晨和李军慧的进攻威力 越来越大 所以就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了 打得越来越没自信 第二局开局 李军慧和刘雨晨6比1领先 这招接得不错 这球是谢浩南接的 换发球 7比2 上 换发球 3比7 谢浩南网口还是犹豫 这个球还是犹豫 还是要打得更坚决一点 这个网口球到底是要去强网 还是要去软挡一下 显得很犹豫 陈旭军中杀 没有连贯上 这球刘雨晨和李军慧 在配合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好球 好球 5比8 谢浩南这球在往前的封网 注意到了对手的空档 而不是说一味的去发力 打得一定要越来越冷静 而不能去发蛮力 李军慧 李军慧中杀直线 幸运球 刘雨晨的回球擦网了 非常 shape 男图 确认 确认 但是这好像推出是鹤 给少许 猛调球 六比九 太antes pun 美軍會和劉宜宸的這個主要對手 像這個印尼的組合 印尼的老將組合 阿山和亨迪阿萬 還有吉丁和蘇卡穆約 以及日本的組合 渡邊勇大和遠藤大遊 這三代組合在國際上 實力還是很強的 好球 劉宇宸再一次搶到了網口 反拍的一個回搓球 質量很高 對 劉宇宸腳下沒有到位 他這個腳下沒有到位之後 這個初拍想滑板的一個軟調 這拍球沒有過往 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腳下沒有到位 這球又打穿了 打穿過李軍會的頭頂 9比10 謝浩南和陳旭軍把比分 追到了只差一分了 借外球 劉宇宸顯得有一些耐心不足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面對李軍會的這個後場殺球 還有劉宇宸的前場的連貫 謝浩南和陳旭軍在防守上 就顯得很耐心了 半場球 平手快檔 軟放一下 第二局的中段 謝浩南和陳旭軍 將這個比分反超 11比10 領先一分 進入到了第二局的技術間歇 這段時間 在劉宇宸這個手上 失誤的球稍微顯得有一些多 剛好利用這個間歇的時候 也調整一下 af Jamie 號 一號場變20秒 一號場跌20秒 1號場變20秒 继续比赛 11比10 谢浩南发球 没有经验 谢浩南发球 刘雨晨接发球 这段时间刘雨晨还稍微有一些小起伏的 谢浩南发球直接失误了 12比11 接发接得不错 软压 还是拿住上手球 这个反拍的一个下压 反拍的其实这是一个软档 谢浩南的这个中场球 好球啊 好球啊 谢浩南整个在这个接发上啊 接得还是不错的 这几分球 因为他身高并不是很高 所以降重心之后 全是一些上手球 都能够形成下压 但是他的 连续的这两个发球了 可能是因为发球的压力过大 手上偏紧 对于发球的质量要求过高 两个发球都直接失误 好球 陈旭军挑后场的高球 这球长出了底线 15比13 李军慧和刘宇晨领先2分 16比13 其实刚才谢浩南的那两个 这个发球失误真的是挺关键的 有点的 现在这对年轻组组还是要有点情绪 长长士气 被发球 刹完球之后也没有呐喊 情绪并不是很高 这是西浩南在后场的 一个全力中杀 好球 这一排抽得好 挑起后场高球 李军会中杀中落 这个挡网的质量非常高 所以刘雨晨在连贯上 出现了一些问题 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 最后挡网的质量确实是很高 过往点很低 陈旭军发球 写好难 虽然身高不是很高 但是他在后场全力起跳之后 这一板中杀 球速还是很快的 他的弹跳非常好 这是一位左手吃拍的选手 刚才是直线打出了空档 正手推直线 刘雨晨判断出现失误 十七平 接下来将是正常比赛的关键比分 西浩南和陈旭军 其实防守的分球能力还是挺强的 这个球 这个球 谢浩南 这个反拍的防守要求太高 想摆脱啊 就只有这条绝直线 露球了 写好难 抬头看了一下灯 可能是被晃到眼睛了 继续比赛 这条继续比赛 关键分 西浩南来发球 后场球没有挑到位 其实陈旭军这几板球 顶得已经很不错了 第一板 西浩南率先挑起的 这个后场的高球 有一些不太到位 20比18 这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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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分球 谢浩南还是显得有一些着急 这样的话 李军慧和刘雨晨 在本次全国羽毛球 冠军赛的这个男双的首次亮相 就是以2比0的这个比分 轻松地战胜了来自浙江的年轻组合 谢浩南和陈旭军 进入到了下一轮 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休息一下 好了 下周这eno 继续军 不顺 不顺